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套 富豪 亿万福 别的不说 钱有的是 特攻幽灵 抱别人头的时候他正在身负重伤 一生 救死扶伤团队的保障 跑酷 天行者 一个跑酷高手 杀手 通常这么激烈的赛事 没有一两个死伤都不足以相信他的真实性 于是导演安排在极战的尾声 司机被一个木头穿透颈动脉 瞬间被秒杀了 富豪雷厉风行 找到了替补队员黑豆 一位对战友心存愧疚的军人 数次想了结自己的性命 人员齐备 第一个任务开始了 目标人物是土耳其斯坦的独裁者 这次专干坏事 谁不听话他就要伸手巴拉巴拉 不但进攻医院 更对老百姓投放不期待 富豪当时就在现场经历了这一幕人间惨剧 彼时 独裁正在阿布达比的卢浮宫 欣赏着传世之作 手下拿来此次事件的报道 这次竟然嘴角微微一笑 妥妥的纯坏人一个 这件事就是我做的 还是我找人拍下来的视频 为的就是要引起大众的恐惧感 一天 富豪摸清了独裁的行踪 微随他来到剧院 他侧面挑衅了独裁 更暗示他 多行不义 婢子婢 顺便他还聊了个妹子 一夜激青自不必说 对妹子的感觉是意犹未尽 俗话说 一物降一物 尽管独裁手段狠辣 但他有一个忌惮的人 那就是自己的弟弟 两个人执政理念不同 独裁独裁 弟弟民主 因此独裁使了手段 将弟弟软禁了起来 而说到富豪 为何痴迷于假死做个救世主呢 简而言之 就是人太有钱 又太闲 从小热衷各种发明 长大成为优秀的发明家 创造出的黑科技卖给中情局 这些年的经历不仅让他打开了对世界的视野 更让他富可敌国 于是赚够了钱以后 他意识到可以脱离政府 去帮助更多在困境中的人们 看看这觉悟 这就是大碍无疆 耶稣在世啊 再说说独裁的政治阵营 他手下有四大护法 将军老贾专门负责密切监视弟弟 这次来到拉斯维加斯 富豪一行人巧装打扮 四大护法还沉浸在纸醉金米交涉引逸之中 还没回过未来 三个已经被爆了头 老贾正吭斥别度的火灾运动 没想到应了那句话 天鱼令人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得知弟弟被关在香港尼海达厦顶层 杀手眼眼眉眨一下 直接送老贾领了盒饭 虽说是替天行道 但毕竟是刀口填血 随时命悬一线 因此在执行任务时 队员们保持高度的戒备和紧张状态 当然 任务完成了 大家相互慰藉一下 也是可以的 就比如特工金发小姐姐和杀手迷人的小哥哥 也可能是由于巧装打扮 突破了对以往彼此的印象 感觉两个陌生人在陌生的地方 突然点燃了一把欲望之火 也是未尝不可 杀手来到内华达州的养老院 看望老母亲 可是换了老年齿呆的母亲 总是时而清醒 时而迷糊 称他是个杀人凶手 他无法解释 回想起曾经命丧自己枪口下的坏人 他们也有家 有孩子 杀手的内心也偶尔会纠结 然而富豪却总是能令他保持镇静 因为枪口不长眼 同时毕榜的独裁 保持着异常奇葩的脑回路 为避免内部权力斗争 他将最有可能继位的四大护法人选挑选出来后 从顶楼推了下去 前一秒还在心生暗席的接班人 根本没想过辅佐这样一位魔鬼领袖 会是如此悲悯的结局 跑酷没出道前 本以为他就是一个极限运动家 谁知道这次却用自己的长相干着盗窃的营生 可是好死不死 这次偷到了富豪家里 名贵的珠宝激起了跑酷的贪欲 然而马失前提 醒来的跑酷被富豪保在手术椅上 就这样成为了鬼影的一员 香港弟弟被软禁的地方 独裁也在 他软硬兼施 逼问弟弟是否执行四大护法被人暗杀 弟弟不以为然 警告独裁按照你的节奏 总有一天人民会将你大谢拔快 独裁更加不以为然 有美国给我撑腰 俄罗斯给我武器 你操个啥心 不过接下来我受到啥伤害 都会一一报应在你的头上 谁让咱俩是兄弟连心呢 鬼影们抵达了香港 目标是营救弟弟 富豪布置了行动 计划利用旁边大楼顶上的高空吊车 作为掩体 警察赶到前 他们有15分钟的行动时间 医生已经在大楼内准备好埋伏 特工和杀手戴着房东面具 开着法拉利潜入了大厅 跑酷一在顶楼安置好滑锁 见有人来便跳进了游泳池 一分钟两分钟 安保人员还没有撤退 黑洞埋伏在高空吊车上 远距离给泳池开了个洞 救了跑酷一命 特工与杀手在电梯里待命 半吸入了笑气 看来行动还是遇到了各种麻烦 当电梯升到顶层 特工杀手和黑洞 分别从不同的方向 聚集了弟弟身边的杀手 跑酷直接将弟弟接手 特工和杀手负责掩护 黑洞这时远距失手 还好杀手的面具防弹 不然早已脑袋开花 更多人涌入了顶层 现实远比计划麻烦得多 警察到达 将大楼层层包围 眼见寡不敌众 黑洞想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馊主意 将泳池打爆 水流如瀑布一般将房间淹没 傅豪经过房间被三人围攻 可他们根本不是傅豪的对手 傅豪轻易脱身 与杀手和特工会合 跑酷此时却走了没运 绳索被割断 他无处顿逃 幸好跑酷的本事加深 从房间跑到吊车 翻过楼层奔跑在高空悬架 他就像人员泰山一般 从一个庄跳向另一个庄 任凭手榴弹扔过来 也丝毫不能阻止他的疯狂 跑酷在上面跑 傅豪他们在地上逃 越过警戒线 穿过层层阻拦 黑豆坚持要等跑酷上车 而此时的跑酷 被独裁的保安死死卡住脖子暴揍 黑豆架好长枪 一枪将对方抱头 这是他第二次救了跑酷 得知弟弟被人救走 独裁忍无可忍 手下的积解承诺 哪怕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我都能顺着线索找到他们完爆 可是这几个人 就像和世界斩断了联系一般 毫无背景 他们全是死去的人 任务过后 傅豪彻底撕破脸 黑豆认为 队员之间应该相互扶持 彼此掩护 而傅豪却主张 个人安危不要牵连集体 傅豪的规则 是队员之间的相互陌生 甚至不问彼此的性命 可黑豆打破了规矩 我叫黑豆 我叫比利 我叫丹尼 我叫小米 我叫纳莎 队员们一一报上性命 他们再也不是23457 距离亡灵节还有四天时间 鬼影们盘旋在土耳基斯坦的上空 然而这一举动被鸡姐察觉并报告给独裁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弟弟并不乐观 可队员们个个都显得蛋疼 拼命要扶弟弟上位 为土耳基斯坦人民争取自由 弟弟自封为零号 听了傅豪的游说 顿时打满鸡血充满斗志 傅豪和黑豆冒充压力测试人员 潜入国营电视台 巧说如晃的骗过工作人员 悄悄动了手脚 亡灵节这一天 独裁准备好电视直播 鬼影们也各就各位 特工埋伏在豪华游艇 杀手埋伏在宫殿附近 傅豪跑酷一生黑豆 却等待着即将要改变的世界 直播开始 独裁的讲话没超过五秒 画面直接切换到弟弟 他倡导解放 自由与民主 多年来压抑的人民 看到新一代领袖的崛起 振奋人心 站起来吧 一起夺回我们的国家 时间到 傅豪引爆了炸弹 独裁被人民的气势包围 推翻政权举国起义 新闻报道此时蒲天盖地 伪装成园丁的弟弟 趁独裁一伙人离开皇宫 随即占领了宫殿 独裁下令各部将军 派出战斗机护送自己 并用杀林毒气 代替传统的镇压手段 哎呀恶魔又要放毒了 民众不断游行 军方不断镇压 富豪的钱全花在了刀刃上 独裁的车在人民的队伍里 横冲直撞 杀手却紧追不舍 突然横向驶来的一辆宝马 将杀手撞翻 初音的 这根本不能阻止杀手开枪 砰砰两枪谁来解决了谁 游艇上的人们乱作一团 开启了紧急避难模式 独裁稳稳的下车登上游艇 杀手从天而降落到甲板 特工将侧门打开 跑酷从水底潜游到船上 富豪和黑豆另乘一艘小船围攻 几个人已经在游艇上会合 而此时的独裁正在坐镇指挥 称要摧毁医院和学校 这就意味着摧毁国民们的安全和未来 弟弟却摘下面罩闯进了会议室 开始游说将军们加入自己的阵营 他倡导自由民主 大家团结一致将和平带给祖国 六个鬼影此时重装待发 杀手承诺脱工 事后要带他见家长 两个人又是一通配合默契 可诉富豪却领阵掉了链子 手机卡掉了出来 这是军队的人发现了富豪一伙人 富豪刚装好手机卡 按键一下 磁力将人们吸到船壁 真是百事不爽 独裁此时被困房间 磁力让他无法动弹 富豪简直玩嗨了 所到之处皆是磁力 这可省了不少子弹 手机失灵磁力消失 敌人捡起了武器 回应们大干一场 在一通胡打乱凿之下 敌人无意中引爆了炸弹 船开始下沉 医生悄悄潜入了独裁的房间 得知他正要带着警卫一起逃走 跑酷此时已经被独裁的人打得半死 富豪这次没有拉下队友 他走到跑酷的面前伸出了援手 独裁和两名手下逃走 直升机开到上空接应 他吩咐机长尽快飞到自己的另一处别墅 然而摘下头盔的却是零号 独裁的弟弟 鬼影们控制了独裁 独裁喊着弟弟的名字 知道自己气数将尽 这无情的战火拆散了多少家庭 然而这次却是人民夺回了自由 重建家园的时刻 独裁看着对面的富豪 想起他就是曾经聚场里 那个和自己找茬的人 此时独裁被推下飞机 面对人民的愤怒 他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型围殴现场 鬼影们的这场任务跨越数年 杀手终于带特工见了自己的老妈 跑酷也勾搭到医生带他一起攀岩 黑豆扔掉了手中的枪 他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更加珍惜生活 而富豪则邂逅了那个意有未尽的妹子 他没有猜到一夜激情过后 妹子给他留下了拉玛达一个彩蛋 完美结局 鬼影们继续幸福的蛋疼 仍旧会路见不平一声吼 这部麦克白导演的动作惊悚片 于2019年上映后 获得不少奖项提名 故事情节张弛有序 生动感人 但前20分钟 估计是阿尔法罗密欧商家砸了不少银子 心脏不好的小伙伴可以两倍快计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见 么么哒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想看更多的有趣视频 欢迎点击频道首页 记得订阅尬聊电影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